蚊子不只让你无法入眠 更是杀人如麻的凶手 虐疾 黄热病 还有台湾人最熟悉的登革热 都是借由蚊子传播的疾病 每年因为蚊子致死的人 在70万到100万人之间 其中大部分是5岁以下的孩子 这场人类与蚊子的攻防战中 科学能帮助我们战上风 甚至终结蚊害吗 各种蚊蚊方法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透过基因工程彻底消灭病霉蚊 或是反过来 让蚊子变成疫苗注射器 是否可行呢 但首先我们得了解蚊子 到底是怎么盯上我们的 我们都有被蚊子咬的经验 也听说过很多蚊子咬人的都市传说 例如血型 体质的酸碱 吃素与否等等 但传说终究是传说 科学上蚊子到底是根据什么条件 来锁定目标呢 先说结论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发现 在你与蚊子之间的距离 超过10公尺的时候 蚊子主要是透过二氧化碳来寻找下锁对象 但是等到距离拉近 温度以及视觉 更能够帮助蚊子锁定目标 聪明的你会说 二氧化碳 我早就知道啦 但在这篇研究中 科学家创造了一个单纯的条件 将二氧化碳 热水蒸气 视觉特征 分开研究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 什么才是吸引蚊子的重要关键 研究团队使用了风洞 在一端间歇地传入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当蚊子发现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 它会依循二氧化碳的浓度 开始往上风处 追踪二氧化碳的来源 若二氧化碳忽然变少或消失 这时候蚊子会开始尝试徘徊飞行 试图找回二氧化碳的踪迹 追寻二氧化碳的同时 若是出现了高对比的物体 像是一个黑点 蚊子便会降落在这个黑点上 就算黑点附近的二氧化碳浓度并不高 这显示对蚊子来说 决定最后叮咬的位置 视觉刺激是很重要的关键 即便没有高浓度二氧化碳的刺激 蚊子最远可以在距离20公分处 透过温度感应 主动接近摄氏37度的物体 将二氧化碳热水蒸气颜色分开研究 能帮助我们了解每个单一因子 对于蚊子的吸引力 但人体并不是单纯发散其中一个因子 我们会呼吸 有体温也会流汗 也就是综合来说 在开阔空间或是远距离时 蚊子主要是依靠二氧化碳的浓度差异 找寻人群的所在 当它越飞越近找到人体后 决定要降落开始吸血 则是依靠体热温度 水蒸气以及视觉刺激 来作为辨别目标物的主要条件 所以避免被咬的方法 就是避开这些条件 像是不要呼吸 避免产生二氧化碳 或是不要发热 避免被定位锁定 好好好 上述这两项都做不到的话 你至少可以覆盖上衣物 减少露出部位的视觉刺激 更实际的策略是穿着 比磁纹上下二长度还厚的衣物 或是躲进蚊帐 不要让那些针头钉到皮肤 磁纹吸血行为的SOP 就是搜寻定位登录 然后开合 有些人会选择以防蚊液 蚊香 防蚊贴片 甚至是杀虫剂来应对这个状况 然而也有人担心 这些成分可能对你的身体造成危害 尤其是当家中有小孩或是宠物时 这个时候或许可以考虑一些非化学成分的方法 利用蚊虫本身的生理习性来干扰它们的吸血进程 前面说过 磁纹透过二氧化碳温度 搜寻接近皮肤表面的血管 假如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穿刺点 它们就会离开那个环境 寻找下一个目标 而登录定位猎物之后 磁纹会以前脚稳固它的姿势 就好像起重机的支撑架一样 这样才好深入吸血 但若是在稳固姿势的期间受到干扰 蚊子就会放弃这个吸血机会 直接飞走 根据这项特点 日本花王公司在2020年 推出一项新形态的防蚊液 这是一种低粘度的细油 涂抹在皮肤上 能将人体表面改为 无法顺利降落停留的表面 防止蚊子扎纹马步进行吸血 从实验显示 在高速相机拍摄下 当蚊子沾到干油或是水 并不会对它们造成什么威胁 停留时间能长达150秒 这要是手臂 应该已经足够让蚊子饱餐一顿了 但若是接触到 涂有低粘度细油的材料上 这些低粘度细油分子 会在蚊子的脚上扩散 让蚊子想要逃跑 停留的时间不超过3秒 这种让蚊子滑倒的防蚊策略 其实自然界中早有案例 就像河马所分泌的红旱 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物质可有效减少蚊子登录 除此之外 有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 可以一次解决蚊子带来的危害呢? 英国生物技术公司 牛津昆虫技术Oxitec 2010年培育出第一批友善蚊 并在巴西、巴拿马、开曼群岛和马来西亚 释放这些基因工程改造过后的蚊子 进行现场实验 透过这些友善蚊 减少了80%到90%以上的并媒蚊 而在2021年也首次获批准 可以在美国本土释放实验性蚊子 但其实早在2012年 弗洛里达州就已经因为蚊子肆虐 联系过Oxitec这家公司了 只是当消息传出 有超过10万人连署反对 拒绝作为改造蚊子的测试对象 所以才会辞职2021年 才首次批准友善蚊的释放 那这些基因改造过后的友善蚊 究竟是如何减少蚊子数量呢? 这些友善蚊 之所以对人类、对环境友善 其实是体内含有一种自杀基因 一旦启动这个自杀基因 就会干扰蚊子的细胞活动 造成蚊子死亡 Oxitec的友善蚊是不咬人的雄蚊 而会传播疾病 吸血咬人的都是瓷蚊 一旦自由放飞之后 这些基改雄蚊 就会去找野生的瓷蚊交配 将自杀的基因传给后代 自杀基因的表现 会让蚊子无法形成一种必需蛋白质 让友善蚊的后代 在幼虫或永期就会死亡 如果自杀基因是致命的 那为什么一开始释放的友善雄蚊 在长大成年后才会死 而不是一开始就死亡 这项技术最美妙的设计就是 科学家设计了一个自杀基因的调控机制 只要控制他们的饮食 就能够开关这个基因的表现量 研究人员在给雄蚊吃的食物里 添加了四环素这种抗生素 四环素会和自杀基因的上游调控机制结合 进而关闭自杀基因的表现 所以在实验室 饲养长大的友善蚊 才能够安然长大 不过自然界并没有四环素这种物质 所以雄蚊到了野外之后 自杀基因才会启动 蚊子无法形成必需蛋白质导致死亡 至于继承了自杀基因的后代 因为食物中一样不含四环素 所以无法关闭他们的自杀基因 这些遗传了致命基因的蚊子 在幼虫阶段就会死亡 使用友善蚊来灭蚊 也会降低化学性杀虫剂的使用量 因为人类很难彻底找到 每一处雌蚊喜爱的小型积水空间 但你不用担心雄蚊 基本上找寻雌蚊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 第二个令人钦佩之处是 一旦释放到野外的雄蚊 和他们的后代都死亡后 这个人为改造进去的自杀基因 就会从野生族群里消失 相对也不担心基因污染 或是后续变异问题 一切都是为了把对生态系的破坏程度降到最低 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 毋庸置疑就是蚊子 跟他们夺走的人命比起来 任何猛兽都像是慈祥的阿嬷 蚊子能扩散的传染病非常多 在台湾 我们熟悉的登格勒 曾经在1942年 让全台500万人感染 也就是当时83%的人口 而古早的蚊媒传染病疟疾 根据WHO的估计 2020年在全世界创下 如果方舟神话是真的 诺雅干嘛带这些该死的蚊子上传 蚊子的传染力那么强 我们能不能利用这点反手为攻呢 还真的有研究人员脑洞大开 想把蚊子当成活动型疫苗注射器 他们的概念是这样 当蚊子叮咬时会注入唾异 防止猎物的血液凝固 那只要设法在唾异中产生抗原 就可以作为疫苗啦 日本自治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 在私事暗蚊 这种硬度疟疾的主要病媒蚊 他们产生唾异的基因组中 插入了力蛇慢病抗原蛋白SP15的基因 这些蚊子唾异就会带有SP15 接着再用它们叮咬实验小鼠 希望小鼠的免疫系统 能够辨识出SP15并且产生抗体 实验结果发现 小鼠体内的确产生了抗体 但抗体含量并没有很高 无法断定对小鼠是否有保护力 想当然然而 蚊子每次叮咬分泌的唾异少之又少 实验中的小鼠平均要被叮咬 1500次才测量得出抗体 而且在正常环境中 每个人接触到基改蚊的差异极大 被注射蚊子疫苗的量也天差地远 这有点像是给一个人打了一剂疫苗 另一个人却打了500剂 再者 被叮咬的人们没有被知会 也没有同意施打 这明显违反医疗文理 人间失格 虽然蚊子疫苗注射器的效率差 量不稳定 三观又不正 很多科学家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酷的概念 说不定可以作为 替经济动物注射疫苗的方式 因为对饲养的经济动物来说 只要有打疫苗 或多或少都有点效果 也没有同不同意的问题 蚊子疫苗注射器 其实有潜力抵抗动物传染病 逝去的已无法挽回 但如果此刻我们可以透过精英工程等科技 消灭病霉纹 让每年夺走数十万条人命的纹霉传染病消失 在未来30年内 就会比台湾总人口数更多人的生命 你觉得该做吗 你是支持使用也觉得公平合理 还是支持使用但觉得不合理呢 或是你觉得设计概念虽然没有问题 但不想要担这个罪名 还是你觉得人就是不该主导蚊子的种族灭绝呢 你有其他想法的话 都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请以本集节目缅怀蚊子博士连日清 记得订阅PENSIVE 科学频道 开启小铃铛 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 科学议题 我们下次再见